哈囉大家好 今天是麵包偷人來為你們做吃飯 然後我們今天要做的是用 我今天想要做 目標是想要做熊大蛋糕 但是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那不管我們先做 就是先完成這個熊頭的部分 那如果我沒有分享熊大蛋糕裝飾 就是我失敗了 沒關係 那這一定成功 因為我們上禮拜已經試過了 這兩個 這個熊夢的蛋糕膜 就是18公分直徑的 我今天要做兩個 容量還蠻大的 所以呢我今天就要利用這台 AO跟KitchenA的 6quarter的機器 就是升降的 我上禮拜才剛買到的 我利用這兩台來幫助我 做這些處理 OK 所以呢我們材料就會有這些 我先把 這次 水跟鍋子 奶粉去混合成牛奶之後呢 我們把它倒到那個 奶油乳酪這裡頭來 好 我把它攪均勻之後 倒到奶油乳酪這裡面 我要拿去微波 等我一下 就在微波的時候呢 呃我要跟大家介紹就是說 我們材料有蛋白12顆 蛋黃也有12顆 糖呢大概是150到180左右都可以 看你們自己吃的容量 呃甜度 還有麵粉 麵粉在這邊要過篩 好 那 其實這個你可以用一般乳酪蛋糕的配方 就可以了 那在準備的過程當中 我們奶油乳酪 你要先把它 稍微稍微 軟化一下 然後等一下比較好拌開 否則它就是 是一塊一塊的 你知道嗎 就不好拌 那我們先準備烤模的部分 這時候我烤箱已經在預熱了 我烤箱已經在預熱了齁 我烤模 先介紹一下這個烤模怎麼用 這烤模你記得就是要噴油 然後上粉 好噴一點烤盤油 或是你要用奶油也OK 好 烤盤油就 材料房都有在買 好 好 OK 撈到我的機器 好 好 那 噴完油之後呢 不用分量外的麵粉 把它 倒進去 分量外的喔 不是你配方裡面的麵粉 然後呢 就像這樣子 把它拍一拍 轉一轉 讓它的蛋糕膜上面的油 有沾附到麵粉 好不好 然後這時候你看 我的那個 我們奶油乳酪跟牛奶也 也稍微加熱了 完成了 那其實它的那個 處理的方法很多種 我用的只是其中一種就是 加熱的部分 那你也可以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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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把它 放到絲溫之後呢 好 你看 好了沒有 你看 就是奶油油的部分 也可以把它放到絲溫 慢慢慢慢攪 攪著攪著 可是呢 我比較不喜歡 那個方法 我覺得微波是比較方便的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盆子裡面去 然後用微波 那另外一個方法呢 就是 隔水加熱的部分 隔水加熱其實也是ok的 因為主要就是說 你讓它 你讓它稍微加熱 那 奶油乳酪遇到熱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軟化 然後我們再來處理 就會比較方便一點 否則你看喔 如果奶油乳酪 你沒有處理好的時候 它那個會有硬塊 會有結塊 的部分 那烤出來的蛋糕 總之就不會漂亮 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有處理過的話 ok 好 好 我們這個粉已經磨好了 磨好了 這兩個 ok 好 把它磨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 好 蛋糕膀已經處理好之後呢 我們把它放旁邊 然後把奶油乳酪拿過來 來 這時候 記得我們用有顏色的刮刀 先把它拌圓 你看這時候它還很硬 齁 沒有加熱的時候其實 我現在是加熱大概只有 一下下 所以它還是很硬 那沒關係 好 沒關係 我們再讓它加熱一會兒 好不好 我們再讓它加熱一會兒 來 那這時候我們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們烤膜已經準備好了對不對 來 我們就 把這個 這個是蛋黃的部分 我們先把它打均勻 等一下 我先講解一下做法 等一下就是奶油乳酪好 的時候我會放在AO這一攤 然後利用它 它來幫我們攪拌 就是慢速的攪拌 將奶油乳酪打得更均勻細緻 然後最後再搬入蛋黃 然後再搬入奶粉的部分 那這邊只要處理好之後呢 我們用氣泡的蛋 欸 氣泡的做法 我們就把蛋白放到這邊去打巴 再加糖 最後混合在一起入模 就OK了 可以嗎 其實這個真的不難 那配方的部分 大家可以找一下就是 有師傅書有在講到 乳酪 輕乳酪蛋糕 其實都還蠻適用的 那我現在配方式 因為我今天做兩顆 所以我用12 12顆來做 兩個蛋糕抹圓的 所以呢 我就用12顆 雞蛋的配方 但是雞蛋其實你要看你們家 那個 買到蛋是多大顆 好不好 好 那今天這個乳酪蛋糕部分 其實要水浴 所以呢 我烤箱在準備的時候 就是有烤盤 生烤盤 然後裡面要加水 好不好 那 好了 OK 我們看一下齁 其實這邊已經稍微有點軟化了 對不對 好 這時候呢 我會希望利用機器來輔助這塊工作 因為你看 它其實這樣一顆一顆的 這個不可能加蛋糕裡面去 你到時候做出來這個很熟啊 好 我們把它 放到 這個裡面 放到AO裡頭來 好 放到AO裡面啦 其實做法真的有很多啦 那我覺得 我希望可以用機器來替代一部分的工作 這樣 阿不然我的手臂越來越出來 好 我們牛奶剛剛這個也要加進去 慢慢加就好了 所以我們先把這個裝上來 這個會裝嗎 對 硬把拔出來 然後卡進去之後呢 放進去之後一定要有個 卡 一聲 OK 好 裝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要運轉 慢速 你看像我這樣就不對 快速它一下 會把材料都噴出來 好 我們用慢速的方式 我主要是希望說 它可以幫我們攪拌均勻 所以呢 它透過這樣子 雙球的 然後慢慢慢慢拌 慢慢拌 它就可以把它拌均勻 然後我們再把水放進去 其實這個比例是 你要調對 不要讓它太勾也太稀 太稀的話你的乳酪就太少了 那這樣子做出來蛋糕就不太 不太好吃 因為太淡了 味道不夠 好我們把牛奶都加進去 牛奶這個部分呢 我家如果說沒有那麼多牛奶沒關係 我就買這種奶粉 或紙圈子都OK 你把它還原加水之後還原成牛奶 什麼比例 奶粉一 水 九 所以一 一倍的粉 九倍的水 混合攪拌 用這種小的打蛋器這樣 然後呢 九倍牛奶了 好可以嗎 好這時候我們來看裡面喔 其實它已經慢慢變得比較細緻了 我們就是要把它攪到沒有 沒有那個顆粒的時候 烤箱也好了 這預熱已經好了 後面動作會很快 好來 這時候呢 我們先把蛋 蛋白放進去 這台六波特我今天就是特別要用它來做實驗 就是說 因為它的容量比較大 六波特大概六公升的大小 這個鋼盆 玻璃盆 好這樣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放進去 好先不理它 這個鋼盆 我們的麵粉要先過篩 因為它已經要讓我們處理了 麵粉記得先過篩 來 麵粉等一下要最後的時候才拌進去 為什麼最後拌 是因為它麵粉會出筋 你遇到那些水啊液體那些的 它就會出筋 比較容易出筋 結合成那個 那我不希望它那麼快出筋 所以我就先過濾好之後 換旁邊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會有準備一個東西 像這個平塞網 平塞網要做什麼呢 就是等一下我們要過濾奶油 我們都會用的 好不好 好 看一下齁 我們可以把它拿起來 你看 這樣其實已經還蠻細緻的 欸你看不到 看一下有沒有 其實已經蠻細緻 那整個大塊的 通通都沒有不見了 好這時候呢 我們就讓它繼續再拌一下 好 我可以利用它再把蛋也放進去 我們把蛋也慢慢放進去 讓它攪拌均勻 那這時候其實 你用這個來做齁 它可以幫你攪拌均勻 可是 沒有辦法到很細緻的時候 我們就要利用篩網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 這個平篩網 然後再把麵粉過濾過 這樣 好 欸錯了 對不起 不是要加麵粉 是加蛋 蛋慢慢把它加進去 慢慢的就好了 然後這時候攪拌的速度 其實都不用快 都不用快 慢慢的 好 記得要用刮刀 把這些材料刮乾淨 因為有時候 你看 材贏在上面的 還蠻多的 有沒有 這個很大 好 我們要刮乾淨 以避免說比例濕蒸之後 你整個蛋糕的底絲就不一樣 好 OK 那 接下來 注意喔 我沒有要打滑它 所以呢 我不需要很快速這樣去轉 好 看到嗎 好 OK 然後我先把它拿起來 好 我們先過篩第一次 我先過篩第一次 好 這個盆子其實還蠻好拿 這裡有一個握把的部分 好 就這樣 先把它過篩第一次 再加麵粉之前 好 你仔細看 它底下其實還有一些小小的塊狀 有沒有 我們就要用這個篩網 去把它過濾過 這樣你滷入蛋糕 才會比較細緻 那我先生講說 AO這個桿子其實真的很討厭 可是呢 見仁見智啦 我覺得 真的沒有萬人的機器 所以呢 它的設計是有它的道理的 有時候倒覺得這樣其實還不錯 因為這樣中心很穩 好 它的那個 機械軸的重心 就在底下 好 來 走上你看 看到沒有 我們要過篩它 好 看到了嗎 就像這樣子 就是你把它過篩過後呢 你的乳酪會比較均勻 好 你看上面都還有一顆一顆的 這麼明顯 那乳酪的部分齁 如果說大家想吃好一點的 你就可以買 比較貴啦 像有一些比較知名品牌的 那我今天只是說 就在彩蛋上買 所以就是 一般的 也不是不好 抱歉喔 也不是不好 我沒有對我朋友不好 好 來 然後呢 這時候 我們把它放回去 不要這樣 扣進來 好 這時候呢 先把麵粉 慢慢的拌進去 好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開始打 這個蛋白了 好 生醬式的 把它醬起來之後呢 慢慢打 其實就是同時 同時工作啦 但是如果說你比較不熟的呢 最好一個步驟一個步驟 一個步驟慢慢打 會比較好一點 然後我只是抓說 它蛋白在打的時候 我這邊再做 同時可以精神時間 不然你們也很無聊 等一下又想要盡量很好 不理我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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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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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今天弄的那個檸檬汁的部分 檸檬汁的部分 然後呢 現在放進去讓它慢慢融化 呃 等一下 剛剛忘記了 它現在融化會很慢 沒關係 然後我們這邊 我們覺得最好再過篩一次 好 就像那個蜂蜜蛋糕那個一樣 只要再過篩過去 以後煮汁就會比較吸汁一點 就像那個蜂蜜蛋糕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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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12颗蛋的蛋白打出来上架 好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判断一下 还没到,我们刚刚打太慢了 我刚刚是在拌东西,所以故意让我们打慢一点 这时候我们就全速清晰 好 那你要小心,代表不要打过头啰 可以吗 我们做卤肉蛋糕蛋白不需要打到太硬 就是稍微有一点鸟嘴的样子就可以了 这有点硬了,不过大概像这样 看到没啊,叹叹 好 好,像这样 然后这时候呢,我的习惯会 所以,拿出柳东西炸弹器,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要用手 我先讲喔,这两个升降是有些人就不习惯这样拉 有些人习惯就是用抬头 那抬头跟升降有什么差别 在于说,升降的是你用这个把手去拉这个缸 然后抬头的话是重心在这上面,然后你必须扶着这个头往上 那有些人就觉得这样是太重 那我认为各有好处,所以你们自己看你们自己习惯 这是,就这样,对啊 我觉得,紫色其实还蛮可爱的,刚刚好 好,我们要让它下来的时候,我们先把头转 转好,放着 因为这时候不太能拿得下来 然后呢,我就把缸板出来 记得一件事,这是玻璃的 所以呢,我为了防滑,麻烦起敬 放一个布,好,放一个布,这样子 才不会乱滑动 然后呢,把这个头给拿出来 好,就这样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要把这两个给混合在一起 混合在一起 我会再用这个打过 因为我们用手打过之后,它整个会再更细致一点 手毕竟跟那个机器不太一样 整个直立就会比较均匀了 更均匀了 这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的那个蛋糕 蛋白的跟蛋黄糊的部分 好,因为烤出来不会差异太大 好,那这样 我们就开始拌匀 先把蛋白一先弄过来 搅过来 这时候就是 呃,比重重的跟比重轻的要互相混合 那你就慢慢拌 那我做两份那个乳酪蛋糕 两份18公分的其实真的很大,我跟你讲 可是吃起来还蛮开心的 因为分量足够 咯 不吃吗 不吃吗 来 在拿玻璃盆的时候请一定要小心喔 因為它還蠻重的 然後就這樣慢慢把它混合均勻 做戚風蛋糕的做法,混合均勻 一定要從底下 從底下 把這個麵糊挖上來 好,再倒回來 我剛剛才想到我要做熊道 我這個口味應該要做巧克力的 結果我忘記擺我的巧克力了 沒關係 好,來 剪箱很特別 等一下 剪箱很特別 手那麼髒 好特別喔 我把蛋 你看 那個放進去之後 這個蛋白上來這邊 居然很光滑 來,給大家看一下 真的很光滑 這邊,有沒有很光滑 好,趕快放油 不要再說了 其實你們這個角度 一直看到我的白白肉 以這個配方做出來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因為我們上禮拜有做 所以呢,頗受好評 這什麼東西 然後你沒加什麼特別的材料 所以 你說要 消化什麼也還可以啦 不至於 然後我們確認一下 底下是真的都OK了 我來 我的蛋糕膜 蛋糕膜 我來 九分滿 差不多 記得喔 玻璃這個鋼真的很重 你們要小心拿 沒有連鋼 沒有連鋼 去哪幾個要頓啊 整個檯面弄得好髒亂喔 好那我們就要送進去烤了 拜拜